我们是居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凯文一家 本集是我们圣诞特级三部曲的最后一集 圣诞节一大早 爸爸就给了两个宝贝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也是凯文凯琳人生中第一次拆圣诞礼物 之后爸爸带着全家来到了大雪纷飞的班夫营地 升起了温暖的篝火 第二天到犹如仙境一般的Lake Louis湖上 肆意的奔跑拉雪敲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欣赏加拿大班夫 犹如童话一般的冬季美景吧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圣诞节了 一大早起来之后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圣诞树的底下 昨天晚上趁他俩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爸爸在那房间偷偷包的这个礼物 他俩都不知道呢 他俩昨天看着电视也不知道 今天早上就会有礼物 然后昨天晚上他们两个睡觉的时候 爸爸偷偷把包好的礼物放到这个树底下 现在把他俩叫起来 早上起来拆完礼物 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出发去班夫 今天晚上住在营地 带他们两个到班夫去过个圣诞节 小可爱醒了 小宝贝 你睡醒了 圣诞老人给送礼物了 咱们起来拆礼物好不好 凯文 圣诞老人把礼物送来了 在树底下呢 两个小可爱已经穿好衣服了 等着爸爸来带着拆礼物了 走喽 走凯文 看看圣诞老人放的礼物 看看圣诞老人放的礼物 放到树底下了 凯文拆哪个呀 凯文拆这个啊 哪个是凯文的呀 小可爱要拆礼物了 这是我们凯文和凯文 人生中第一次拆圣诞礼物 看看凯文这是什么礼物啊 给妈妈展示一下 是Cookie啊 这么好啊 看凯文这是什么礼物啊 也是Cookie 好棒 对味道不一样的 凯文再拿一个礼物 对这还有呢 还有一个礼物 再插一个凯文 看哥哥又拆了一个 凯文这是Pray School 这是学习的卡片 教你认字母的 Space啊 对 宇宙 你俩最喜欢的Space 你俩最喜欢的Space 还有两个呢 好棒 爸爸 还值得让爸爸帮他拆一个 爸爸 嗯 好大的礼物啊 哎呀 这么大一个 好大的礼物 因为宫铐一样大 嗯 是 这位家里边又有动静了 每天又有着玩了 哇 哇 哇 太好了 好玩吗 嗯 哇 这是恐龙的拼图吗 对 各种各样的恐龙 开玩看这个大的这个 卡罗K机 接下来你跟妹妹可以唱歌了 嗯 耶 耶 看这两个小可爱 超开心 一大早睡醒就有礼物拆哈 啊 Cheers啊 还要Cheers啊 We may not live up in the mountains Like we always wanted to But this old house shines like a diamond With Christmas lights hung on the roof It might not be the life I dreamed But it's become my favorite scene It reminds me of All the ones I love When I think of them I think I have enough It reminds me of All the ones I love When I think of them I know I have enough 全家都是拖延症 都折腾到快下午了 我们现在才刚刚要出发 去班福 明天去那个路易斯 滑滑冰 溜溜冰 现在就插那卡罗K机 还没拆了 然后他俩刚才吵着要拆 我说明天回来再拆 啊真好看 在雪地上还能捡到小树叶呢 还有落叶呢 嗯 结冰了 捡树叶还送给妈妈一片 哥哥头上有一个大枫叶 在你帽子上啊 有一片红红的大枫叶 画在你帽子上的 哇终于要出发了 现在车子都装好了 我们要正式去办福了 一上车又看到了 我们这个北极的贴纸 现在我们这北极型 马上就要更新完了 还剩下最后两集 更新完了之后 打算把我们这圣诞的Vlog 要给提前插播一下 Everywhere to get rose that we like 还第一回冬天到班福来住营地呢 我们的营位是A37 从这转转 哎呀路快看 呀有一只小路哎 我们订的这个营地 就紧紧的挨着这个洗手间 A37这样上厕所方便了 我们这个营位 现在已经被厚厚的雪都给盖上了 全都给埋上了 本来还想晚上升个供火呢 现在这个壁炉 这个火炉都已经被埋起来了 还有挺多人来这儿露营呢 都跑到这个地方来过圣诞节来了 看他们这边还弄了圣诞彩灯呢 这营地的景色真好啊 他们都是把这儿铲的 都是自己铲的 我们忘带雪铲了 不知道这营位被雪埋上了 没有准备 班福小镇这冬天就跟童话世界似的 真好看呢 班福小镇的酒店 这圣诞节的晚上已经全都满园了 这家有 前面那几家都没有位置了 都全都住满了 现在到那个班福小镇上去看看 找一家吃的 这家刚才进去一问 说全部都要预订 提前预约 然后才能在这吃饭 这班福小镇到了圣诞节更火爆了 看看这家让不让我们进吧 圣诞节这街上人可真多呀 踩踩雪 真可爱 哇 太好了 这家店可以进去吃饭了 我还以为今天晚上连饭都吃不上了呢 哇 这楼梯好高啊 还给凯文来了一个小孩的卖牛 知道凯文现在会点菜了是不是 你要吃什么 凯琳也要点菜了 看到那菜单是画着一条鱼 她说她要吃鱼 我要吃鸡蛋 这个什么都要吃 等着上菜了 看给小可爱高兴的 好高 现在两个小可爱在这看外边的景呢 圣诞节到这种地方吃个饭 好有感觉呀 特别温馨 我们的餐来了 好棒 耶 耶 嘿嘿嘿 Merry Christmas 耶 耶 他们两个第一份点了一个小薯条和炸鸡块 现在他们两个冲冲鸡都快饿得不醒了 哇 新的菜来了 肯定激动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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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餐来了 这个是点的牛排 这个是海鲜 对 这个是肉汁 淋在上面 这是我要的米饭 这家鸡 我们平时都吃九分手的 天天一吃还挺好吃的 很嫩 这是三文鱼和虾 这家店做的还挺好吃 刚才那个牛排吃起来就是那种烟熏火燎的味 特别香 对 不要叉子用手吧 叉子一会扎着哥哥 对 吃吧 鸭 它这个虾简直是太香了 我们在刘州吃的 这个虾也太好吃了 他们家这个菜做的特别好 牛排还有这个虾都特别香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里面 我们的烤面包来了 这家店推荐很好吃 没想到我们随便找了一家还挺惊艳的 吃饱了 啊 现在出去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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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下去了 又回到了冰天雪地的环境了 刚才那餐厅里可真热呀 好暖和呀 就是这家maiple leaf 真的挺好吃的 现在我们要跟这个字合个影 班夫的logo这边也有一个而且是发光的 这个人有点黑呀哈哈 字挺亮 哈啰 这时间点现在没有人了 刚才我们刚来的时候 这儿好多人排队 都等着跟这半夫的logo合影 哈啰 哈啰摸摸这个字 摸摸这个字 啊 太滑呀 还知道滑 摸吧 小熊熊来摸摸这字来了哈 哈 对 太滑 这会那边已经人满为患了 我们刚才在这合影的时候 正好没有人 现在我们回营地了 然后到营地看看能不能生个篝火 这班夫小镇就是晚上关门太早 我们吃了个饭八点钟 然后一出来所有的店都关门了 我们到营地了 刚才去加油站买了一包那个木头 我们这营味都已经被这个大雪给覆盖了 看全都是厚厚的雪 然后我们也没有带雪铲 哈哈哈 爸爸现在自己手挠呢 手动铲雪 哈哈哈 太牛了 哎呦我天哪 手动铲雪 手动铲雪 嗯 哈哈哈 哎呦我去 比铲雪铁还快 突然想起我们带了那个雪橇 给他拉他俩的那个雪橇给带过来了 可以用雪橇当雪铲 然后把那雪给铲了 哎这个挺好啊 这个铲雪 挺好用 哈哈哈 圣诞夜 在这儿挠雪 两个小可爱已经睡着了在车上 一会儿生了篝火再把他俩叫起来 看我们生篝火的炉子在这里呢 被狠狠地埋在了雪里 我们戴了头顶灯 哎呀这回亮它了 还好现在是零下四度 不是那种特别冷的 现在我要去跟爸爸一起铲雪了 两个人铲比较快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边铲出了一条通道 然后从这儿一直走到 圣篝火的这个炉子这里 都给铲出来了 我们隔壁邻居的火已经生起来了 现在爸爸把我们车里的垫裂上 这回我们要生篝火了 这包木头是刚才在加油站 班府小镇那个加油站买的 买了一包 我上车给两个小宝贝穿上那个帽子手套 然后一下来这火已经这么旺了 然后爸爸又拉了一串的灯 好漂亮啊 好浪漫的圣诞夜呀 哇真好看呢 嘿嘿好看吗凯琳 Merry Christmas 今天是圣诞节的夜晚 爸爸给我们用本身的篝火 看看这手套的火这好暖和呀 好浪漫的感觉呀 这个圣诞好难忘啊 没想到爸爸把灯给拿出来了 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嘿嘿嘿 第一回我们在雪地里边 在一个大雪堆里边生篝火 本来爸爸还说今天晚上要到这营地 他要在这篝火上做饭呢 被我给阻止了 哈哈哈哈 我以为会跟你家里面是配画的 酒吧 好挺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最后一根木头填进去 这火烧得可真旺啊 好暖和呀 你俩的目标不会是要把整张桌子都挠出来吧 那今天晚上都不用睡觉了 这火都灭了 他俩还没玩够呢 还在这玩呢 现在爸爸要灭火了 用血直接 这次可方便了 直接就把火给扑灭了 好方便 灭火成功 看这两个车甲还在这玩呢 他俩今天可是玩开心了 而且今天也不冷 零下四度 爸爸这个车里的床也铺好了 温馨的小灯光也打好了 结果两个小夜猫子就是不上车 还没玩够呢 还在这玩雪呢 上车了上车了睡觉了 这火都熄了 凯文呢凯文 凯文快 这凯文还不肯走呢 大家晚安 明天Lake Louis见 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在半夫的营地 昨天晚上生了篝火 然后今天睡醒了 现在爸爸在收床 马上就收完了 两个小家伙也睡醒了 看我们的小毛球 这头发睡的 收拾一下 然后就离开这个营地 睡醒了 现在我们去半夫小镇上 找个地方吃个饭 然后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开到Lake Louis 这半夫冬天真的好漂亮啊 就是四处望出去 全部都是雪山 就是这个雪山到了冬天 覆盖了厚厚的雪之后 更漂亮了 比夏天还好看 现在把我们的床 又变回到这个桌子 好喜欢这个景色呀 露餱满 ministry 露館 露餐 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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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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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辞 我们又停在昨天晚上停的这个停车场了 就在班福的主街 现在我们去吃个午餐 吃完午餐再去Lake Louis 这停车场特别方便 就离那个主街就一步之遥 这小贝极熊真可爱 圣诞老人 小贝极熊又下地了 爸爸交个停车费 然后我们就去吃饭 随处可见的雪山真好 好多人都是来搬幅滑雪的 很多人拿着滑雪板在那等公交车去滑雪 以前爸爸在这读书的时候可喜欢滑雪了 滑的可好了 后来已经很多年都不滑了 昨天晚上我们来这家 然后爆满说必须提前预约 不知道今天中午让不让进 问问 今天可以进来喽 今天不用预约 哇 这餐厅环境真好 哇 太爽了吧 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这个包间 这个环境真好 餐厅又给他们两个拿了这个小腊笔 点了一份汉堡给两个小宝贝 然后点了两份海陆餐 一会把石板会放在这里 然后自己烤着吃 然后它搭配了这个土豆丝 还有这个沙拉 还有一点豆 然后这个是蘸料 看这期待的小眼神 哈哈 台湾最喜欢burger的 哎呀 太大了 这burger 太厚了 我们的小吃货开动了 他俩一出来吃饭可开心了 这个burger由我们上回夏天 在这个班复小镇吃那好吃吗 鸡肉 饼肉还好吃 嗯 这家店挺好 嗯 这家店我们早就想来这家吃了 基本上总算是来了 吃吧 哇 好烫的石板来了 very very hot 他在教我们自己烤的时候多少分钟是比较好的 这个太爽了 用这个石板 他给我们上了一块滚烫滚烫的石板 然后自己在这石板上烤 上面涂了黄油 这个吃法挺好 我们还头一回在西餐厅吃到这种吃法呢 哇 这个太好了 闻着好香啊 还挺快呢 很快就烤熟了 这绝对是网红餐厅 来颁服一调来打卡 然后这份是三衣牛肉 正好这边海鲜牛肉全都有了 这种自己烤着吃的感觉挺好 对它这个做法就特别像我们有一次去日本那个香根小永泉那边 然后也吃到过类似的 但是它是上了一块很小的小鹅卵石 然后上面烤几块牛肉 这一次是特别大的这种石板 哦 好烫啊这个 啊 凯琳也要吃这个啊 凯琳好实惑呀 海鲜已经烤好了 尝一只这个虾 好吃吧 这虾烤得可嫩了 凯琳也要吃啊 让爸爸喂你吧 妈妈喂哥哥 爸爸喂你 我刚刚尝了一个这个虾 特别的嫩 特别好吃 这里面还给了一小块龙虾肉 把它切开 老婆吃吃吃吃吃 烫 对 爸爸来品尝一下 嗯 真的很好吃哈 主要是这个奶油都得吃 嗯 对 然后它这个石板烤完马上就吃 特别嫩啊 吃块牛肉 嗯 很嫩 这家的牛肉都得吃 挺好吃 烤一篮烤面包 他们家连这个烤面包都做的好香啊 就那个面包也不知道涂了什么料 烤出来特别的香 我发现这个西餐厅的这个各种调味料 跟我们中餐简直天差地比 完全就是两个体系 这面包是放在碳火上 对 它这个有一种炭烧的那种香味 这家感觉比昨天那家 昨天晚上吃的那家还好吃哈 要提前定位 对 它昨天那个圣诞节 它都要提前预订才能进得来 要不然连门都进不来 两个小孩人穿好衣服了 我们要接着出发了 去Lake Louis 对 我们去华冰 他这现在上人了 看 现在坐满了人 这家店果然是火爆啊 这有个大钢琴 下次来吃它这个cheese小火锅 看这班福小镇白天这人流亮了 好多人呐 班福夏天也美冬天也美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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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不会吧 这种天气 还有这么多人来Lake Louis呢 不会我们这次又进不去了吧 我们夏天来Lake Louis 就没进去 结果冬天来又是这样 排大成队 这冬天 班福依然是旺季啊 好梦幻的感觉呀 这大雪纷飞的 看看这大雪盖在这上面 好漂亮 真好看的 这堵车还能欣赏一下美景 天哪 看样子有点悬呢 不一定能有车位呀 我们不会又白来了吧 看这停车场全都满了 他让我往最上面走 希望最上面能有个车位 哇太好了 似乎我们有车位可以停了 这停车场真是满呢 转了一圈了 还没有看到空的车位呢 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帮我们找车位 对再戴上手套 爸爸用雪橇拉着他们两个 看看外边银白色的世界 肯定Lake Louis湖上面更好看 哎呀真可爱呀 看哥哥扔雪球呢 看 哇今天这个一下雪雾特别大 可能湖上都看不到那个山了 看爸爸来了看 我跟爸爸把这个 上次买的那个冰爪也给带过来了 要不然太滑了 这个真的是冬天一定要必备的神器啊 特别方便 往这鞋上一套 就可以了 看这冰爪底下都是这种 然后就牢牢的扎在地里 好了 耶 两个小家伙 已经上雪橇了 爸爸带着冰爪 这样拉着他来也安全 这边就是Lake Louis湖的入口 小熊熊已经安全逐路了 现在爸爸再来把凯文给划下去 现在哥哥要从上面滑 哎呀我的天哪 爸爸太不靠谱了 哈哈哈 前面是一个大下坡 这回他俩在前面 看爸爸在后边这样拽着他俩 哈哈 直接滑下去 好美啊 看看这云雾缭绕的 看爸爸先下去了 哇这下面真好啊 先让他们两个下去踩踩这个冰 一会再做雪橇 这位是冰了 看看看地下有冰 这是一个大冰雕 带他俩去看看 让我想起哈尔滨了 哈尔滨的冰雕 这儿呢 哈哈哈哈 躲到这里边遮风挡雨 躲到这里边遮风挡雨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好结实啊这个冰 他这个冰块可能就是从 这Lake Louis湖里边凿出来的 切出来一块一块的 看前面好多人在那溜冰呢 我们不会溜冰 就只能在这玩玩雪橇了 现在爸爸变成人力拖车了 看看把这个湖面那个雪一浮开 下边就是冰了 冰在那里面 现在这是不是冰 嗯 全是冰 嗯 全是冰 这个冰好清澈呀看着 这个湖水夏天就是绿色的 没有气的 嗯 这就是路易斯湖街上的冰 能听到冰下面的声音吗 可以 听到水撞击冰面的声音 哦 围着有鱼在下面撞这个冰面呢 对 听听 湖面以下有什么声音 凯文这个造型特别像在朝圣的 哎呀 真可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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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回家啦 今天玩得好开心呢 给他俩玩疯了都 好多人坐马车 这马车好好看啊 好多人坐马车 哇 这房子也太好看了 终于回来了 就回到车这里了 这个圣诞节过得太开心了 两个小可爱回到家 第一件事就是让拆这个 这就是爸爸给买的卡拉OK机 还挺有意思 一人一个话筒 以后家里有两个小卖爸 自从出了国再也没有唱过卡拉OK了 现在都出这么鲜鲜的东西了 看来我确实是奥的 两个小卖爸一会要唱歌了 那是话筒 一个杆直接插在这上面 迫不及待的要唱歌了 拧上了 这俩都有卖爸的前置 把这个插到生参树旁边了 哎 俩在这唱歌 哇 这么哭炫 给他俩美的呀 第一次唱这首卡拉OK 不会词儿 就只会 嗯嗯嗯 这回家里更热闹了 我的天哪 都归咱们是独立的屋子 这要是那种townhouse就惨了 唱歌不能老 他只会啊呀 他现在出了啊 不会唱的现在 唱的真好啊 唱的真好啊 凯琳成半唱的了 快起押韵 太棒了凯琳唱的真好 太逗了 我们凯琳宝贝已经在这唱了 快一个小时了 哈哈 凯琳都累了 都在那坐着了 凯琳还在 不眠不休的唱呢 这爸爸买这礼物买的可太好了哈 快坐 快走 快坐 快坐 这个是她的 这个是我的天 inspector 谢谢大家